五房四位起價是 60萬左右 1800萬台幣 好不划算喔 從頭都划算 已經可以買到將近100坪的房子耶 哇~~ 這怎麼回事 我現在從一樓那個客廳 旁邊有一個小門走進來 哇 我好震撼喔 這怎麼回事 一樓 的 衛浴 怎麼這麼大 這已經是媲美很多主臥的衛浴了耶 好我們現在要看的這一棟呢 是3072尺 然後四磅三位 然後起價大概是50萬美金起 好我們來看看囉 走走 哦~~ 餐桌 在一進門的地方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哇~~ 白色沙發看起來好美喔 開放式的廚房 廚房 廚房空間夠大耶 嗯 就是可以放很多家店 這裡也有一個小餐桌 我想 小家庭應該這樣子就夠了 就我們直接在這吃就好了 好有一個小後院 跟家裡的寬度一樣 好看一下 這是什麼 應該是小倉庫吧 就是 玩啊 收一些 碗筷啊 廚房間 格局還不錯耶 我喜歡就是很開放式這樣子 一樓 走過來 這邊有一個廁所 然後 茶水間 好酷哦 這間房子格局好酷哦 就是一樓走進來之外 還有一個 冰箱 跟茶水間耶 就等於自己的一個 辦公的小空間 或者是 要當房間好像也可以耶 它是擺得下 雙人床 然後還有足夠的空間的 欸 裡面還有耶 好像迷宮哦 我們走進去看看 喂 剛這裡也是一間廁所 然後馬上 又有一整套 就是 可以洗澡的 那這個 應該就是另外一間房間囉 可是它又做成辦公室 我覺得這裡就可以 直接當一個房子了耶 對 它這個戶型的特色叫做 就是 他們廣告叫做什麼 House within a house 就是等於是 有兩個自己的 房子合併在一起的概念 那 對華人來說 那就是 適合長輩來拜訪你的時候 或是長輩跟你長期 住在一起是OK的 哦 其實這個地方 已經可以做一個 迷你的客廳了 那最主要是 它長輩呢 自己有一個獨立的門 這大門是可以直接出 進出的 出去了 對 所以兩家人呢 就有兩個不同的門 不要打開 就是可以自己出去 所以不會互相干擾影響 嗯 對 然後裡面都還有 直接有一個房間 裡面也有全套的 這個衛浴的設備 那這個房間呢 呃 也是一樣 樣板無水 所以它只放了一個辦公桌 那其實應該是 長輩的臥室 對 他們那個床就住在這邊 然後臥室旁邊就是洗衣房 對 他們自己換洗衣服就自己洗 哇 欸 那等於其實如果你裝一個門的話 這可以再另外租給別人 哈哈哈哈 就相對來說 這還是也可以儲租啊 然後樓梯底下 哇 有一個收納的空間 那還可以掛衣服耶 可以放外套啊 行李箱什麼之類的 然後上樓 哇 這一個客廳 好可愛喔 這裡是一個 bed客廳 我怎麼會有一個 卡 哇 這是主臥 主臥的空間很寬敞 這個很大 哇 我喜歡好廁所 跟淋浴 木浴 雙洗手台 主臥牆面 看起來像大理石紋 但他其實是貼壁紙 看起來蠻舒服的 而且他的門 城市做這種 你要不要坐門都可以 如果自己家人不坐門也無所謂 洗衣間 洗衣烘乾 這邊還有一個可以摺衣服收納的地方 不錯耶 這裡 哇 比我想像中還要大 這裡可以放衣服 這是 這是 好先走進來 雙洗手台 跟一個淋浴間 一個男孩的房間 然後他的衣帽間 然後目測其實跟男孩房是一樣大的 只是他變成那個嬰兒房 這樣子 也有一個 衣帽間 好這間房呢就是一二樓 目前格局來說 我很滿意我很喜歡耶 因為我們家其實就是小家庭嘛 我們三個人而已 他的主臥空間夠大 然後隔壁緊鄰著兩間房間 一間就是小潮的房間剛剛好 另外一個 我們目前可能不需要 可能可以變成 玩具收納間 然後或者是 辦公室 然後樓上這裡還有一個乾淨的 居家可以用的客廳 可以給小朋友在這邊打電動啊 然後或者是小朋友在這邊弄亂 有客人來也沒關係 欸這個規劃我還滿喜歡的 好那我們先下樓囉 去看另外一間房子 好現在看這一間 三四八二尺 好像更厲害耶 好我們先要看這一間呢是三四八二尺 換算成台灣的話 大概是97坪 一打開門那個空間感 覺得升級很多 這個房子還滿大的 他的廚房跟客廳 一整個是完整的 超級開放空間 那這一棟的話呢 它是有五房四位 起價是 60萬左右 1800萬台幣 好划算喔 從頭划算 已經可以買到 將近100坪的房子耶 好那我們趕緊來看一下好了 廚房的使用空間 非常的足夠 還有個鐘島 這塊大理石很好看 好這一區是可以放飲水機 做茶水煎的 這邊 是一個收納的倉庫 好餐桌的格局也是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餐桌接著是客廳這樣子 客廳 沙發也夠大 你可以招待朋友來 小庭院 看一下這裡是什麼好了 就是一樓客廳這裡有一個 通道口 嗯? 嗚? 哇 哇 這怎麼回事 我現在從一樓那個客廳 旁邊有一個小門走進來 哇 我好震撼喔 這怎麼回事 一樓 的 衛浴 怎麼這麼大 這已經是媲美很多主臥的衛浴了耶 淋浴沐浴都有 然後洗衣機烘乾機 馬桶 哇 這更衣室好長喔 哇 這麼長 的更衣室 來看一下這個房間好了 哇 這真的是一個主臥的規格耶 對 床很大 然後旁邊都還可以放兩個這種 就是可以收到T-Shirt啊 很多衣服的櫃子了 哇 太厲害了 所以 一樓是有一個主臥的規格 那會不會樓上房間都很小啊 我們上去看一下好了 但是那個 我剛一進門的時候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門 一進門的時候就是另外一間房間了耶 一進門的玄關處 就是有一個廁所 一回家很急著想上廁所可以上廁所 然後接著這一邊是 嗯 這什麼地方 哇 又有一整套衛浴 哇 這是他獨立的套房使用的 那這一間是 喔 你可以當那個更衣室 然後一樓 的房間 欸 也不小耶 跟我們家現在的主臥 房間差不多 樓梯底下這裡 就是 又是一間倉庫 好 上樓 我們先看這裡好了 這裡 洗衣機烘乾機 跟有收納的地方 啊 好好用喔 收納衣服 可以放很多很多毛衣T恤之類的 它的隔板幫你弄得很好 大概就這樣 這是有暖氣 我們就走好了 這什麼地方 兩間房間 先看這一間好 這是廁所的部分 雙洗手台 然後 好 廁所 雙人床 然後加上它的衣櫃 第一 樓上的第一間房間 接著往這裡走 走走走 這什麼東西 好 一個收納櫃 喔 這是 森林系女孩的房間 獨角獸好可愛喔 壁紙其實也還蠻賞心悅目的 然後 它的更衣室就比較大了 女生衣服比男生多 所以女孩房的更衣室大 OK可以接受 好出來 然後這裡還有一間房間 哇 所以你可以生三個小孩喔 好 二樓的這個走廊 好寬敞喔 幾乎可以當畫展了 你看左右邊 擺畫 都不會覺得 就是有壓迫感 什麼之類的 哇 二樓的客廳 基本上跟樓下的客廳 差不多一樣大了 好大的客廳喔 大家可以坐六個大人的一個空間 好 這裡還有一大塊 可以放個遊戲桌啊 電動啊 之類的 好 這裡呢 還有 廁所跟淋浴間 就是一整套衛浴 所以其實這裡也可以改成主臥耶 因為它有一整套衛浴 哇 開放式主臥 有點刺激 好 下樓囉 是不是 差不多 有 對 啊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